天童的話氣為福 大家會認為說 它就是一個很赤子之心的 很善良的 不與人爭鬥的 好 問題來了 如果這件事情是我的 極度要追求的狀況 我就會變成 跟一般大家認識的天童不一樣了 什麼時候會是這個樣子呢 很顯然的啊 大家對於那個星耀的黑暗麵很喜歡 斗樹裡面啊 有幾顆星啊 是讓大家覺得 為什麼不是這個樣子 我的心中的大石能夠放下來 能解決嗎 剛已經講了 我不會用你的盤 我們用一個很神奇的方法 有上課的都會 這事情啊 是不是跟錢啊 或是跟你投資有關係 應該是沒辦法 這件事情應該還要再兩個月 只要你是會員 我們每一個月會有一天開放直播 可以在這個直播的時間 直接來問我 我都會來回答 還有 我們對星耀的奇蹟度 非常非常的細膩 在會員頻道裡面呢 我們會講更多更多 不適合公開講的 或者是說 比較深度的學理 歡迎大家 加入我們付費的會員頻道 尤其是 當大家習慣性的 在學星耀的時候 都學連貞啊 就是 很有人緣的 很會放電的 貪狼呢 就是桃花星 巨門呢 就是很會跟人家吵架的 然後那個 太陽呢 就是喜歡主導的 紫威呢 就愛面子的 大家很喜歡學這種 片面的解釋 好處當然就是好理解啦 就好像 巨門的就愛家啦 但 不是不是巨門愛家 那個巨蟹 其實你知道嗎 巨門跟巨蟹很像 但你知道巨蟹其實很花心 他愛家 但他沒有說他只愛一個家 他可以好多個家 那個女生雙魚的 淫亂啊 沒有 人家 他就是浪漫啊 很多雙魚的女生 他其實是理性跟感性兼備的 他兩條魚 一條理性一條感性 我們很容易 習慣性接受 很擔保 直接 短處片面的一個解釋 卻忘記了 星耀啊 他其實 是代表人性 而人性呢 是複雜的 不管他有多簡單 他至少會有雙面 今天來講 天童這顆星 天童星大家對他的認知就是 欸 長相 胖胖 沒有 天童叫做白嫩 受不見固 當然不小心會變胖 然後天童 天童的話氣為福 大家會認為說 他就是一個很赤子之心的 很善良的 不與人爭鬥的 天童系啊 所有的特質 都是強調在於這個 赤子之心跟不與人爭鬥這個上面 但是我們會發現 有的時候他並不是如此 所以為什麼呢 因為啊 我們就講嘛 我 個性像個小孩 所以呢理論上面來講呢 我應該是好相處的人 小孩子嘛 哭哭鬧鬧就算了 隨時他就變成開開心心了 可是呢 有的時候我們會覺得 小孩子他是 是無理取鬧的 他不知道 要怎麼去說服他的 他是不知道要怎麼 要怎麼哄他的 就小孩子很難溝通的嘛 沒有辦法講道理啊 跟女人一樣 沒有 這段 消音 我們一般都會認為啊 他就是這種 赤子之心 兒童的心態 他應該是好相處的 可是呢 有的時候 你卻會發現說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講道理的 其實根源上就是在於說 天童的特質來自於 他的那種孩子的個性 他化氣為福 這個福的意思呢 就是他什麼事情呢 他都希望快快樂樂的 好 問題來了 他什麼事情都希望快快樂樂的 雖然不跟你吵架 可是如果說 他很追求呢 覺得他如果不開心就不行了呢 他是不是就會變成像我們印象中那個 武力取鬧跟不講道理的小孩了 我要去迪士尼 那我們可以去大阪環球運程嗎 不行 沒有迪士尼才大家快樂嘛 這就是天童的特質 如果這件事情 我希望快樂 我希望我的人生開心的這個事情 會對我來講是我的極度要追求的狀況 那我就會變成無力取鬧了 我就會變成 跟一般大家認識的天童不一樣了 什麼時候會是這個樣子呢 當天童星啊 出現某些四話的時候 我們會在看事情的本質上 我們會只看說 他就是這樣 可是他過頭就不好 因此天童如果產生畫拳了 拳是掌控 我這種追求快樂的狀況 要去掌控了什麼 天童畫拳在夫妻宮 我們會講說 因為畫拳所在的宮位 就是在掌控那個宮位嘛 我要用什麼來掌控呢 用我追求快樂的事情 來掌控我的感情 用我追求快樂的樣子 來掌控我的感情 那就表示你如果不讓我快樂 你就完了 所以他並沒有這麼的圈籃 還有什麼呢 畫柯 那用我追求快樂的這個心態 彰顯我的 譬如說採柏宮 畫柯所在的宮位是 我想要去彰顯那個宮位 我希望那個宮位被大家看見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用錢的樣子 而且怎麼樣看見我用錢的樣子 追求快樂的時候用錢的樣子 那你就可以想像 他那個採柏宮啊 是怎麼在用籤的 畫柯畫圈 都會去影響到他 還有什麼呢 煞星放進去的時候 原則上來講 天童星呢 叫做不怕煞星 所以他的福星 可是如果他放的是陀螺星呢 你就要去擔心啊 因為他會碰到四話 當他陀螺星放進來的時候 你知道小孩子啊 在那邊你叫他選說 那個 你選一下 等下到底吃麥當勒 吃肯德基 他在那邊選不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看起來特別討厭 陀螺星就是讓人家 這種選不出來的樣子 最後一個 天童跟巨門放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巨門星的對內心不安全感 當一個孩子啊 對世界有不安全感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沒有辦法呈現那個 樂觀開朗赤子之心 你就會呈現了 另外一面 你擔心沒有快樂 擔心沒有好的世界 擔心沒有好的狀況 各種各種擔心 當你在擔心出現的時候 你的樂天的感覺就會不見了 所以 天童星是我們內心的孩子 是我們那個內心 最恥之心的存在 也是我們 對於幸福最簡單的追求 可是 如果我連這個簡單的幸福 我都追求不到 或者是我自己覺得 我不過就是要你這麼一點點 你連這樣都不肯給我 那我就開始鬧脾氣了 所以不要一直覺得 天童星都是很好的狀態 有的時候 小孩子鬧起脾氣來 是很可怕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